9月13日下午1点半 在湖北武汉的一处工地 一部工地载人电梯意外从高空坠落 造成至少19人死亡 根据日本媒体报导 今天早上有6艘中国籍监测船 陆续进入钓鱼台海域 日本对中方已经发出警告 要求这6艘监测船离开 美国纽约时报13日报导 消失多日的中国大陆国家副主席 习近平将在周末发表讲话 不过报导并没有说明 是在何种场合以什么方式讲话 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13日宣布 推出第三次量化宽松政策 大陆环球财经研究院院长宋宏斌 今天表示 这将推高石油 贵金属等 大宗商品价格行情 也将冲击大陆货币政策 新唐亚帝电视整理报导